《真幻传》里面 沉浮极深的安丽荣 到烟之中 是心狠手辣的冯曼娜 演员陶欣然在银屏上 塑造了不少深入人心的反面角色 可是戏里面让人恨得牙牙羊 戏外她却是一个有口皆碑的好姑娘 这部刚刚荣山辣妈不久的她 又被参与公益活动 再度复工了 我就觉得 爸爸妈妈的陪伴 比一切一切都重要 就是孩子 其实你跟她交流 你看见 跟她的眼睛交流 多抚摸她 就是触碰她 我觉得比其他东西都要重要 就是眼神和触摸 自到怀孕开始 陶欣然就已经很少公开露面 去年九月 女儿降生后 她更是直接进入到了停工状态 不过就在六一儿童节当天 本该在家陪伴女儿小核桃的她 却再度现身了 是我的女儿的第一个儿童节 但是我就没有陪伴她 到这儿来了 但是当我知道这个活动的时候 我觉得都没有意义啊 不虚伪地说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的职业 是有社会责任感的 我因为我的职业 貌似因为我的小小的光环 我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思路旁边很开心 当天 作为公益大使的陶欣然 在某公益活动上亮相 目的是为了向大家推广阅读 活动上 陶欣然还蹲下身来 特意为赛场的小朋友们 朗读起了温情的故事 读到动情处 更是忍不住一度哽咽 可能当妈妈以后 就会更感性一些 本来当演员就还挺感性的 现在就不行了 泪窝子越来越浅 我觉得内心会比以前更柔软吧 当了妈妈的陶欣然 好像有了铠甲 也突然有了软肋 和其他结婚生子的女性一样 现在摆在她面前的问题 就是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 我们女性希望 能够做一个 在自己的职业上 能够 有所成就 依旧去努力奔跑的 这样的女性 但是又希望做一个 特别尽职尽责的妈妈 所以我觉得 时间总是有的吧 只要紧一紧 女儿刚刚叫生的这段时间 陶欣然把自己 完全交给了家庭 而后面的日子里 她则要慢慢付出 在做一名好妈妈的同时 重拾自己演员的身份 以前一直有一个梦想 就是演一个问题少年 演一个高中生 先当了妈妈以后 这还能演吗 但是呢 还有一个角色 就是说一个典型的 中国式的妈妈 所以呢 这两个角色 我觉得前面那个角色 好像估计够呛了 后面那个角色 就致力于去努力吧 热心天地 北京采访报道 我看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